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五 台北股市涨第四天 涨第四天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今天是开高走低 从开盘大涨218点 开最高 收盘却是收最低 看到这种行情 有没有很高兴 有很高兴吗 为什么这么说 开高走低怎么会高兴呢 当然了 这一波涨了1400点上来 融资一直减一直减一直降 现在融资已经快要破900亿了 昨天又减少3亿 那你们都不敢买 眼看了行情涨了1400点 大家都在等回档等回档 终于出现回档了 终于出现回档了 所以有没有很高兴 融资再创新低 下礼拜蹲下来的时候 要快买哦 后礼拜苦落的时候 要快买哦 你不要涨不敢买 跌也不敢买 那就别玩哦 那就不用算了 那这样怎么反败为生呢 所以下礼拜有蹲下来 金融月 金融月 昨天美国股市又大涨 1300点 昨天美国股市 是发布大利空的 就发布大利空的结果 美国股市反而涨更凶 你看美国也是连标三天 从喊了QE无上限之后 开始标2100点 礼拜三又涨1300点 收盘495点 昨天又涨1351点 你看美国也强成这个样子 如果跟大家讲过 站在政府这一边 绝对是对的啦 全球政府都在救股市 你站在政府身边 一定是对的嘛 你站在恐惧那边 一定输的啦 一定输的 你看美国也是涨得又快又急 美国昨天是发布大利空 为什么发布大利空 昨天美国发布上个礼拜 3月21号 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 暴增 一个礼拜而已哦 暴增 328万人 前一次才28万人而已 3月21号的前一个礼拜 才增加28万人而已 上个礼拜竟然大增328万人 这是大利空啊 这个礼拜一定还会再继续飙 还会再增加 美国2月份的失业率3.5% 史上最低 我看3月份哦 可能会直接冲到8% 甚至于9% 那这么大利空 为什么股市反而是大涨的 为什么美国股市反而是大涨的 为什么 昨天 20大工业国领袖 临时召开会议 开会的结果 5兆美元要救经济 全球20大工业国的领袖 决定了5兆美元要救经济 所以这个更大的利多 把美国失业率 大增328万人 申请失业救护基金 把这个大利空给怎么样 给盖住了 更大的利多 把大利空给盖住了 所以飙涨 很多人又错愕了 因为之前还没发布之前 市场已经猜到了 可能会增加300万人 果然328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当数据发布的时候 美国股市恐怕又要熔断 恐怕又要大跌 没想到竟然是大涨 让很多人又跌破眼镜 昨天纳斯达克5.6% 费成报道题6.8% 平均涨幅都在6%到10% 这是共的行情 这是共的行情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旧股市稳经济 是比旧疫情更重要的 我对上次开始讲啊 每天讲每天讲 你每天看节目 你们都印象深刻 对不对 疫情固然恐怖 可是只是一小撮人 这是旧的数据 美国现在已经超过中国了 已经超过8万人了 那纵使超过8万人 美国有3亿人口啊 3亿人口就算9万人好不好 也有两 有3亿人 也有2亿9992万人 是健康的嘛 所以疫情是一小撮人 股市经济 是所有人的生计 工作财产 所以这比重要啦 救股市救经济 比旧疫情更重要嘛 我在上礼拜行情 还没开始讲的时候 我就一直跟大家谈这个观念 你有没有听进去 那既然股市经济这么重要 全球的政府绝对不会松手嘛 再多钱都会砸下去嘛 对不对 你看美国拼命砸 拼命砸 不够继续砸 连QE都无上限 连G20都端出最大的利多了 对不对 连G20都端出最大的利多了 所以全球股市一起飙涨 跟我预告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涨得又快又急啊 台北股市七个交易日 七个交易日 一千四百三十一点 从来没有过七天涨那么多的 你们听我的话赶快下去买 我看很多人不敢 融资一直在降 看了觉得好可惜啊 这么难得的机会 竟然很多人没有跟上车 那没有跟上车没关系 后星期还有机会 下礼拜有蹲下来的时候 赶快进场 赶快进场 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谈着 我这张图表 已经讲了一个多礼拜了 在行情没有涨之前 我就一直跟大家讲了 十年限 三十年来 喊这次破了九次 破没关系 赶快救回来 都是全新的多头 都是全新的开始 救不回来 就变成金融海啸 救回来就是全新的开始 那这个图表这么明显了 政府也一定知道嘛 所以十年限 那绝对不会破的啦 我上星期就讲了 十年限破没关系 政府一定会救路回来 你不要怀疑 你不要质疑 赶快买就对 赶快买就对 对 我跟大家讲 全新的开始 遍地是黄金 赶快就对啊 你看短短七个交易日而已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天而已 八五二三标到九九五四 七天一千四百三十一点 史上最强的涨势 很危高 所有国家政府想做的事 没有做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那今天为什么开高走低 美国昨天那么强 我们今天为什么开高走低 因为来到五年限了嘛 站稳十年限 一口气冲到五年限 五年限这么大的压力 不可能一次就过关嘛 不可能一遍就够关嘛 所以苦力是正确的嘛 那蹲下来就是给你机会嘛 否则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你更买不下手嘛 所以下周有苦力 下周有蹲下来 赶快掌握机会 赶快掌握机会 这波的行情上涨 是通通有奖 全部都有奖啦 不管好股坏股 不管什么股 全部都大涨 那现在市况稳定下来了 涨了一千四百点 市况稳定下来了 下一波再涨 就不是通通有奖喔 所以你就不能乱买喔 你要买对的股票 你要买对的股票 你看今天新台币又继续升值 今天新台币又继续升值 新台币今天又升了0.8角 新台币超级强啊 礼拜二升值1.1角 礼拜四又升值0.36角 今天又继续升值0.8角 外资过年后 总共卖了超过五千亿 这是旧图表 过年后外资总共卖了五千多亿 新台币完全没有贬值 如果外资卖了钱汇出去 新台币就贬值了 那既然外资卖了五千亿 新台币都没有贬值 代表外资把钱留在国内 留在国内是为了什么 就是随时要再回去嘛 这次外资也被洗空手 卖了五千亿 被政府急拉了一千四百点 外资也是傻眼 当外资傻眼之后 外资有苦力 外资随时会归队 外资随时会归队 你知道新台币有多强你知道吗 新台币有多强你知道吗 你看最近美国一直印钞票 对不对 美国一直印钞票 又是1.5兆又是2兆 又是五千亿又是七千亿 一直印钞票 照理讲一直印钞票 货币应该是要大贬值啊 结果美元三月份 竟然是飙涨了7.6% 为什么 因为现在全球疫情乱七八糟 三月上半月全球股市崩跌 股市崩跌不能投资股市 疫情乱七八糟 也不敢投资其他的 所以资金全部 美元变成避风港 全部金兑美元给来 美元三月份上半月标了7.6% 那美元标7.6% 其他国家的货币 就会大贬值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印度的卢比 三月贬了6.7% 加币加拿大的加币贬了10% 欧元也贬了7.5% 因为欧洲疫情更严重 英镑 英国的英镑更贬了14% 美元一飙涨变成避风港 其他国家货币全部都大幅的贬值 你看亚洲这边 韩元也贬了9.6% 日元也贬了10.4% 人民币也贬了3.1% 新加坡币也贬了6.2% 唯独新台币 唯独新台币 过年后开红盘第一天 30.277% 今天30.235% 还小幅升值 全球货币大狂贬 全球货币大狂贬 因为美元成为避风港 美元大升 新台币比美元更强 还继续小升 全球最强的货币 为什么 台湾疫情控制的最好 所以台湾也变成 资金的避风港 外资卖了5000亿 钱没有出去 没时间 热钱又继续进来 那这个对股市会怎么样 是大大的加分 是大大的加分 所以下周有苦耐 难得的机会 现在是遍地是黄金 现在遍地是黄金 投资股票最佳的时机点 前面那波跌下来 很多人伤很累累 不要紧 国票市场输输输输 行情乱输输输 行情乱输输输输输输输 对不对 加倍要回就好了 你要报仇 哪边跌到哪边爬起来 哪边站起来 不要会输不会赢 那这样就没有资格在市场了 对不对 输不得紧 这波回来就好了嘛 你看这一波 加权指数12000跌到8500 跌了30% 所以大多数股票都跌30%到40% 那你赶快抢30%回来 是不是就反败为胜了 那超过 你就加倍要回了嘛 对不对 你就报仇了嘛 那你不知道要买什么股票 我就跟大家讲过啦 就是5G嘛 上市归1600加 这次的疫情 各行各业 大多数都受到冲击嘛 唯独5G是不受影响的嘛 所以我说5G发大财 5G发大财 一直叫你们买5G买5G 我直接写给你看啦 每天讲 每天讲 都写给你看啊 我也没看薄啊 对不对 写给你看啊 你买任何一支 买任何一支 你都赚大钱嘛 你看稳帽 上星期五涨停 礼拜一还打下来让你减 从203又挡下来 礼拜二大涨244 礼拜三260 好这两天都停论了下来 那这样 礼拜一二零三到礼拜三260 28%呢 从195 涨到266 30几%呢 30几% 普遍跌38到40% 光是一个礼拜 就赚了三十几% 有没有反败为胜 有反败回胜 有反败回来吗 这次很多股票 一星期都30%呢 都30%呢 你看操纵最强啊 48% 因为这是旧图表 48% 起最多的这支 48% 我告诉你 有啊 每天说的啊 你敢买不敢买 你要不要买而已嘛 双红 礼拜一 还来105给你减 礼拜二就大涨了 礼拜二就大涨了 礼拜三 又大气 藏 又大气 今天 开盆又大气 那来到五年线 先卖一下没关系嘛 你看今天 3月27号 3324双红 一百三玄之上先买一半 诶老师你不是说 5G长期看好 那为什么要卖 买一半 感情较买嘛 有什么关系 你看这样涨上来 105 涨到134 30% 30%的105 不要说卖最高点 130卖一半 你还要留下4% 一星期留下4% 那是不是输了就已经 差不多都要回来了 输了是不是就差不多快要回来了 行情才刚开始而已 后面好一大段 后面再赚了 是不是就变加倍要回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大反攻 30%回本很轻松 拼50%你就加倍要回啦 你看汉语博德也是啊 上星期是跌停 我告诉你 金路区减到赚到 礼拜五就涨停了 又涨停 又涨停 又继续涨 今天 再创新高 你看 礼拜26.2 到今天 34.1 是不是一星期又30% 啊 一星期30% 是不是一星期 就帮你把输的 就赢回来了 那后面再赚 后面再继续涨 是不是就加倍要回了 我不知道你这个礼拜心情如何 下礼拜有蹲下来 赶快进场 不要再质疑 不要再怀疑 你会胆怯的 你怕做错的 你会怕的 来找林何彦 帮你加倍要回 566 帮你报仇的计划 咱到底来 加倍要回 王总有付电话 金端广告 休旧马上回来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 掌描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迈出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 财富成长之路 立起来电 02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滑信投固 滑信投固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以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滑信的事 滑信投固 02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欢迎回到现场 下星期加油 行情来得又快又急 林合院视线就跟你预告了 10年线不要怀疑 一定会守住 7天就飙了 1431点 史上最强的涨势 只要守住10年线 都是全新的多头 都是全新的多头 这次又守住了 所以刚开始而已 5年线押住 短线押回 你不要想说 他会再回10年线 没了 10年线没过来了 但接下来指数不重要 回到个股身上 第一波的回升 通通有奖 你不会删的股票都会贪 可是盘视稳了之后 就会各自归对 资金会回到 对的题材 会持续赚钱的 不受疫情影响 持续成长的产业 这次很惨啊 你看饭店运输 对 飞机 各行各业 石油 塑胶 化工 各行各业都萧条 唯独5G得天独厚 还会持续上涨 所以是跟大家讲 5G发大财 你还不知道要买什么的 就对了买5G就对了 都先给你看啊 任何一支买的都 你都赚大钱啊 稳帽 上星期五涨停 礼拜一 又来给你一次机会 开低走高 礼拜二就大涨了 礼拜三又大涨 你看光是这样上来 一个礼拜就涨了30%啦 操纵更厉害 涨了48% 这边全部五票去上去就是操纵 双红 礼拜一让你减 快跌停板喔 买完之后礼拜二就大涨 礼拜三继续大涨 昨天又继续大涨 今天又开高 今天又开关 开关很好啊 $130先买一盘 一百三卖了 掉下来 掉下来很好的啊 下星期又对外面又来买啊 5G你要从哪里 你要从建设端先做 不要去做应用端 台光店 你看礼拜一也是 跌五怕让你减的 礼拜二就大涨了 就大涨了 台光店也是重点股 押回来都可以买 应用端没几支股票 材料的稳貌 220几支 本益比26倍 我是觉得有点贵 散热模组 昨天跟大家超级比一比 只有三斤而已 没几支 操纵泰塑双红 三支 公司规模都一样 股本都一样大 EPS的部分 操纵8.1 泰塑3.3 双红11.7 双红熊炭级 股价本益比 一个28倍一个26倍差不多 双红竟然只有10倍 最赚钱的北比最低 更重要的 去年营收操纵85亿 泰塑46亿 双红102亿 营收越大 代表它市场占有率越高 它是越重要的公司 所以这样一比较之下 双红要注意 所以今天操纵都跌得比较多 双红都跌得比较少 你看双红 稍微沉到 双红 公司说 今年还会成长2到3成 今年成长2到3成 目标不变 所以不是有对吗 包含耀华 15号市跟你讲 会飙涨 你看讲完之后 耀华也是涨停 开地压回大气 它小跌 大涨 再大涨 几天而已 耀华也30% 30% 更标的 现金大于总市值的 现金大于总市值的 我说一周五 汉与博德 汉与博德这边 标起来 汉与博德标了 30% 这都开市 压回不会多 净值五五十一块 更厉害的这一支 流动资产 56.9亿 总市值 现在不止啦 现在大概33亿 33亿 33亿也是很便宜啊 也是超跌的 股价从144 跌到30几 净值五七十五块 这探钱的公司 又不是烂公司 这么赚钱的公司 股价竟然 跌得这么深 都送钱的 送钱的 下星期有来 我快带你来求这个 想要报仇的 下星期千万不能错过 加倍要回 566报仇计划 为了要帮你的 跟上你的脚步 祝您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 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亚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